今天我们去郊外兜兜丰 驾车一小时 在距离摩尔本47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雅拉峡谷 这里景色优美 是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同时这里生产的葡萄酒 也是文明侠尔享誉世界 今天我们来到 我们来到郊区的一个酒庄 叫做ZongZong 然后采访了酒庄的精灵 Rode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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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Rode带着我们参观了整个酒庄 他告诉我们 雅拉峡谷的葡萄酒文化 起源于18世纪 是维多利亚州最早的葡萄酒产地 葡萄酒在工厂完成了生产工序之后 将会装进木箱中进行储存 运输到世界各地 再被装瓶进行除首 这里最让人感动的 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风吹草低 现牛羊 我们在其中翱翔 这么美的景色 任谁都不忍心辜负 一起去拍一组美美的写真吧 松松酒庄还拥有一个极具传统西方风情的餐厅 这里的食物和葡萄酒都是上层的 吃着牛排品着红酒 这样大概才是享受生活吧 毕竟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